我想了很久 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 你又做什么呀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 行了 你都翻了一个小时了 我同事 同学 亲戚 都让你看了个遍了 该我了 就跟朋友聊点八卦 八卦就八卦呗 我还不能看呀 你又不认识 你眼撕 爱妞 涛涛哥 回头请你吃饭 我都已经解释了无数遍了 他真的就只是我工作上的一个朋友 那天他失恋完为了他几句 我们中间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我记忆的已经不是这件事了 喂 涛涛 你都不知道 现在超市的东西都跪得要死 我干嘛 行了 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能不能不要每天什么鸡毛算笔的小事 都要打个电话跟我说呀 我每天工作真的很忙 好 后来我又说了嘛 那天我开了一天的会 真的压力很大 没心情听你每天叨叨 而且我后来一本把钱都转给你了嘛 怎么又提这个呀 你该不会到现在还以为是钱的问题吧 这不是能打 极客极客极客 你都上了呀 为什么不上 你快点啊 电影马上开始了 哎呀 我这玩的开心呢 要不然我们今天不去了吧 改天再去 啊 就因为一场破电影没看到你就要过分手 说是也是 说不是也不是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来这吃的时候吗 豆豆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肠胃不合 不能吃辣的 一吃就肚子疼 哎呀没事 别管他 这香香辣辣的多好吃呀 这女人呀 就是矫情 来接着吃 那不就是我忘了吗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再说了 偶尔吃一吃你怎么 心从来都不是突然变凉的 而是我一次又一次的相信和期待 却只能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心寒 你就这样把我对你的期待和爱一点点消入感情 失望咱满了 就赶紧开了 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吧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每天催我回家 我有我的应酬 我下次注意 快洗手吃饭吧 没胃口 不想吃 又怎么了 不想吃 没胃口 我不想每天吃同样的饭菜 过同样的生活 懂的吗 可是生活不就是平平淡淡的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那是你觉得 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的生活质量都降低了 我每天下班后给你洗衣服做饭 家里的房租水电费都是我交的 我降低了你的生活质量 对 你看看你现在满身的油烟门 你有个女人的样子吗 我们公司随便一个女同事都比你漂亮 你以为我为什么每天不想回家吃饭呀 每天回来就是这几样菜 我吃都吃恶心啊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天天一到点都催我回家 要不是管我这管我那 我过得比现在小咋多了 那我也告诉你 如果我不用负养家的责任 不用考虑咱们俩未来的生活 我也可以过得比谁都潇洒 你以为每天我愿意做饭呢 你以为每天我愿意洗衣服呀 那这些活你不干 是不是得有人干 婚姻是两个人的共同经营 不是一个人的坐享其成 你少在这儿给我抱呀 这些不都是你应该干的吗 做家务就是女人的责任 老婆伺候老公就是天经地义 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女人嫁给男人 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祖宗 听说豆豆交新男朋友了 你们这是 就她那臭脾气 除了我没几个人能治得了 等着吧 过几天呀 她肯定会被甩 然后屁颠屁颠的来找我复合 可是 他们已经要结婚了 我都说了不要迟到 怎么又让我等这么久啊 哟 到底是哪个倒霉鬼看上你了 这不妥妥的接盘侠吗 就你这脾气也就我受得了 要我说 你就跟我低个头认个错 我就原谅你了 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么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 你想要对错输赢可以去参加比赛 而不是谈恋爱 昨天晚上跟我说话的态度还没给我道歉呢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要去上班 马上快迟到了 我道歉就别想走 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今天老板要开会我不能迟到的 求你了 帮我走吧 说 你错了没 对不起 我错了 这要错了就行 早这么说不完事了嘛 曹涛 我刚才骑车送别人回家 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脚 脚崴了 帮他接我一下吗 搞了半天不接我电话 是去送别人回家了 活该你摔跤 知道后了没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的脚已经肿了一圈了 我问你错了没 以后还敢不敢不接我电话呢 对不起 我错了 在医院等着吧 我打了你吧就去 你还知道自己回来呀 你还知道自己回来呀 是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哎 你干嘛 我已经没有力气给你炒了 分手吧 情侣之间炒个价闹个矛盾 不是很正常吗 你人都小两口不吵架的 对 但吵架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新的矛盾 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想要的解决方式 是我们解决问题 而不是你解决我 而你满心的胜负欲 只想争个对错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呀 明知道一说出口就会被否决 我还有什么想法 涛涛 你记住 当一个女人还愿意跟你吵的时候 说明她还在意 但如果她连辩解都不愿意辩解 连吵都不愿意吵的时候 说明她对这段感情 真的就无所谓了 真正的爱情 一定不是斤斤计较 你既然只想赢 那我让你赢就是了 你可以永远吵赢我 直到没有我 对不起啊宝贝 我来晚了 刚刚路过你爱喝的奶茶店 排的火队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去给我买奶茶了 刚才对你态度那么凶 哎呀 说什么呢 公主哪能像我们这种平民地头呀 都是我的错 下次我一定早点出门 不让你等了 嗯 诶 这回是 哦 问路的 嗯 问路的